一套成年人 第二天早晨 志在挑战全程马拉松的我 开始了跑步 我穿上跑步鞋离开了家门 这时我实际上已经开始憧憬了 培养新习惯的前几天 你通常都会感觉到很兴奋 我兴冲冲地跑到大街上 沿着人行道开始跑步 但没过多久 我就被绊了一下扭到脚踝 因为剧痛 我在人行道上满地打滚 于是我告诉自己 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或许今天不适合出门跑步 我还是明天再尝试吧 第二天 我再次尝试进行马拉松训练 跑了几百米后 兴奋劲就降下来了 身体开始感觉不适 屁股很痛 大腿僵硬 我的脑海中 马上就出现了 我不擅长跑步的想法 可是转念一想 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跑完全程 就必须坚持到底 虽然跑完一公里 让我很痛苦 但总算是坚持了下来 这让我意识到 自己需要一些辅助教材 和一个跑步计划 于是我开车到书店 买了一本绝佳的指导教材 戴维回特希特的著作 马拉松新手训练手册 在这本书的指导下 我在30天内 转变了对跑步的态度 第一到第十天 前十天进行跑步训练时 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 都面临挑战 每天我都要跟头脑中 放弃跑步的想法做斗争 做正确而不是容易的事 我不断地提醒我自己 我决定咬牙坚持 第11到第20天 这一阶段 跑步时的痛苦减小了很多 我仍然不喜欢跑步 但已经不再抗拒这项运动了 人生中第一次 养成了每天跑步的习惯 以前每当开车 看到人们跑步时 我都认为那是一项非常可怕的运动 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 坚持两周后 我基本已经养成了 早起后出门跑步的习惯 第21到第30天 我几乎刻意用享受来形容自己 在这一阶段跑步时的感受 我甚至已经忘记了 自己曾经多么讨厌跑步 我已经不需要刻意保持这个习惯了 每天早晨醒来 我很自然地穿上跑步鞋 出门晨跑 同时记录自己的跑步里程 激烈的心理斗争已成为历史 跑步时 我要么背诵自我肯定宣言 要么听励志电子书 短短30天内 我突破了自己不擅长跑步的心理限制 我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人 爱上了跑步 建立新习惯 从我可以到超喜欢 完成跑步习惯一个月后 我跑完了人生第一个马拉松 刚跑完前9公里 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周恩打电话 他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一直以来 周恩总是想办法帮我超越自我 他很了解我 知道我处于情绪高涨时 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挑战 啊 哈尔 你为什么不尝试跑完超级马拉松 如果你能跑41公里 那么或许84公里也不是问题啊 这完全是周恩的逻辑 好吧 我考虑一下 这次我确实在认真考虑一下他的建议 事实上我也想知道自己能否一口气跑完84公里 或许周恩说的没错 既然我打算跑41公里 那么84公里应该也不是问题 既然我只用了四周时间就完成了从零基础到跑完九公里的转变 而且前排基金举办的年度慈善马拉松大赛六个月以后才正式开始 那我为什么不能提高自己的目标呢 说做就做 我甚至说服了一位朋友和两位勇敢的客户一起参加挑战 六个月后 我的总跑步里程数达到了764公里 其中包括三次里程为32公里的马拉松 我甚至跑到美国的另外一段跟两名关系亲密的客户 詹姆斯希尔和法比安巴伦西亚 以及老友艾利西亚·安德雷尔见面 我们四个人约定一起挑战大西洋城全长84公里的马拉松比赛 詹姆斯希尔还坐飞机过来支持我们 遗憾的是大西洋城并没有做好迎接超级马拉松选手的准备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临时准备 凌晨3点30 我们四人在大西洋城海滨木板道集合 目标是在马拉松正式开始前先跑完41公里 再跟其他马拉松选手一起完成剩下的路程 我仍然记得当时空气里流淌的超现实氛围 即激动亢奋又恐惧怀疑的气氛 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 十月的凌晨天气寒冷 天上透着朦胧的月光 道路比较明亮 我们吐着白气踏上了征程 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着 我们都知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保持前进 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前进 就一定能到达终点 9点35分 我们终于跑完了前41公里 这个时刻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重大 不是因为我们跑完了41公里 而是因为我们还要坚定地继续跑完剩下的43公里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六个小时前的兴奋劲了 我们的身体承受着剧痛 并且极度疲劳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我们甚至不知道能否顺利跑完剩下的路程 但最后我们真的都做到了 这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距离迈出第一步整整过去了15.5小时 我们四个人全部跑完了84公里的超级马拉松 我们一步一步地奔跑 行走 步行 甚至爬着向前 最终通过了终点 终点线的另外一边 是永远无法从你生命中剥夺的自由 我们逼迫自己突破极限的那一刻 自由便扎根到了体内 尽管进行训练时 我们只是在理论上认为 跑完84公里是可行的目标 但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恐惧与怀疑 但是穿越终点线的那一刻 我们就永远地告别了恐惧与自我怀疑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 这种自由并不只是属于少数的幸运者 它属于所有愿意挑战自我 努力奋斗 不断前进的勇者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我将在下一章帮你挑战自我极限 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你人生中想要的一切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实践并享受神奇的早起 它足以改变你的人生 所以请从现在开始坚持三十天吧 这样你就能将早起变成自己终身的习惯 三十天后 你将成为自己需要成为的人 创造人生中自己想要的一切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吗